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能不能专业一点 十字曲轴 平面曲轴分不清楚的 我那是口误 说错了又怎么样 现在是新能源时代 现在谁还是买人有车呀 滚 明天不要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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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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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你专业点行不行啊 停车呢还是直播呀 你来呀 你来呀 老板 别跟她一般见识的 专业呢 别跟她一般见识 女孩子比较在乎外观 而我们男同志就比较注重内饰了 卡 你说谁男同志呢 谁是男同志啊 sorry sorry 再来一镜 内饰的设计是比较熟悉的 陈武辉的内饰 甚至让我想到了一款北欧品牌 说到北欧品牌呢 领克09这款车内呢 确实是没有什么异味的 那材质呢 整体是比较环保的 空气的一个净化功能呢 也都是非常齐全的 达到了N95级别的防护 对整个车身内的空气病毒 能够过滤98% 卡 你看了吧 这车能放病毒吗 你专业点行不行啊 这都不知道 领克091NP远航班 有主动式坐舱清洁系统 您上班打开车门之前 它已经完成到一个空气净化了 您坐进去的每一口呢 呼吸的都是一个新鲜空气 哇 感觉这个功能好适合人家哦 我的鼻子就经常过敏耶 哦 心动了吗 不是说是油腻奶爸车吗 这台车的配置和用料都挺厚道的 NAPA真皮方向盘手感一流 包括您自己选的话 能选我们的电动四项调节和方向盘加热 NAPA的真皮座椅和我们的双缝线走工 整个座椅的一个质感是非常在线的 包括一个侧翼的包裹和我们的坐垫延展 整个输出度也非常在线的 座椅加热通风按摩 配置呢也都是一应俱全的 12英寸加上6英寸的整桶双屏 搭载的是我们高通骁龙8155的一个芯片啊 然后它的一个处理速度和分辨率非常不错 空调采用的是实体旋钮 这一点是可以给好评的 领克09EMP远航版提供到一个6座跟7座两个版本的 那我们这台是一个6座的 所以说当中的话没有座椅 两边多了两个扶手 第二排的一个腿部空间和头部空间都是完全OK的 坐垫的一个前后 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角度都是可以调节的 像坐垫长度OK 而头正也非常舒服 第二排的话也是配备到了一个座椅加热的 非常不错的 领克09EMP轴距2984 第三排空间其实对于刚需来讲还是够的 你像我是1米75 坐在这边的话还是完全够的 腿部空间差不多两拳 头部空间也是比较充足的 包括门板上这边还有到一个充电板 和那些男的测评人不一样 我们就不聊那些冷冰冰的参数 给大家聊一聊我开着这台车的真实感受 其实老实说我这台领克09EMP的远航版 还是挺让我意外的 我本来以为是一台叔叔开的车 但实际上它坐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 而且开起来就我们小姑娘开 都没有一点点大车的感觉 那是因为我SPA平台的底盘调得非常好 所以操控性非常不错 你闭嘴 人家自己觉得就是这台领克09EMP远航版 就是最大的吸引我自己的三个点 就是续航还有这个叫动力 还有安全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它的这个续航好吗 然后它的续航 那个续航里头是多少呢 40.1千瓦时三元锂电池搭配70升大油箱 CRTC纯电续航里程190公里 综合续航里程1430公里 哎哟 这个真的不错 这样我们就一点也没有锂程焦虑了 是不是宝宝们 官方综合油耗0.95升每百公里 汇电油耗7.5升每百公里 而且有到一个70千瓦的直流快充 从20%充至80%只需要28分钟 是的呀 因为装了更大的电池之后呢 这台远航版呢 它的油耗就更低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台这么大尺寸的一个SUV来讲 我觉得这样的油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但是还有一个小小的tips可以送给宝宝们 就是要想油耗低呢 有条件的话呢 还是经常充电的好 然后我们这一台领克09EMP远航版 我搭载的是一个2.0TD的高功率发动机 还有三个电机哦 分别是在P1 P2 P4三个位置 它还匹配了一个DHD Pro的三档变速器 所以说它和那些真程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它有三种模式 不仅可以做那个存电模式 升车模式 还有一种它们叫做智能电缓模式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发动机是可以直接参与去驱动车轮的 这不知道爸爸们 你想一边是只有电机的 那这一边又有发动机加电机就很强了 再加上还有三个档位是不是 所以说这台领克09EMP远航版呢 在满电状态之下 它零百加速只需要5点2秒 而且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即使在亏电模式 这台车0到100也只要6点1秒 就觉得这个加速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跟你们讲 这台车2.0T加上三档的DHD 再加上这个三个电机 它的极速可以到239公里每小时 你想一想多么夸张是不是 这真是绝对干不到的 这台车的底盘还是很舒服的 整个绿震也很高级 反正我觉得吧 屁股是很舒服的 然后这个整体的隔音水平也很棒 特别是有电的时候 纯电驱动一点声音都没有 这个BOSE音响还有ANC的主动降噪 真的非常安静的 然后最后我想聊一聊 它的这个车的安全 你也知道的 对于我们小姑娘来讲 安全性也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SPA平台出的车都一向是以安全闻名的 所以说这台车也采用了很多被动安全的好东西 比如说它这个超高强度钢的比例也就很高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强的A柱对吧 还有这个车厢气连它很长很长的 这个车厢气连大概有个两米五长 你想一想这个车的轴距才多少了 基本上从A柱到D柱全部给你覆盖了 是不是 附近还有一个虎手型的安全气囊 就这个东西对于人员的头部安全 就更多的防护了 所以说领克09ENP远航版 在这个双侧的小范围偏制25%碰撞里 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不仅让那个什么问题MT觉得汗颜 就是那些豪华品牌也不如它呢 对不对 而且我这台领克09ENP远航版 我还提供了他们叫做领克COPILOT 很多的驾驶有辅助的功能 所以主动安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说这台领克09ENP远航版 真的给了人家很多的安全感 宝宝们你们一定要试一下 好吗 感觉小姑娘现在讲的还可以 什么问题啊 这观点基本都跟我差不多了 喂 妹妹啊 喂 妈妈 你想叫我新闻的头子 嗯 你不认识EMP 你不认识是吧 你不认识是吧 你不认识是吗 你不认识是吗 啊 你不认识是吗 你不认识是吗 喂 放弃吧 都在里边蹲了三个小时了 再能做都舍不得出来呀 你管着了 你赶紧坐过去 马上听到变的时间了 你醒了 刚才伯父打电话来 我怕你家里人担心 所以我接的电话 你再睡会儿吧 拍照 好吃 唠总 呗 比如说 我去天呗 erta мало人 妳说是这一番 老板 今天有表现的专业吗 挺好的 就是下回呢 别穿红色 不太适合你